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3月2月4号 星期二 前两天的NBC那记者 跟川普两个人对卷 NBC记者说 你自大无知 把无知当有趣 说把根本就是说 没有证据能表明有用的药 你偏要推荐给全国老百姓 让他们对这个东西 怀有不切实际的希望 面对全国数百万人的恐慌 几万人的感染 数百人的死亡 你有什么想说的 川普说你是个混蛋 然后当时怎么回事 川普当时推荐了两个药 一个瑞德西韦 另外一个就抗疡疾那个药 结果就是说这么吵了半天 就觉得川普拿根本就不懂 还在推荐药 结果过了几天 美国联邦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批准纽约州 从周二3月24号星期二 也就从今天从今天开始 正式可以使用川普推荐的药 叫什么枪氯归宁 枪氯奎宁 开始使用的枪氯奎宁和抗生素 阿奇酶素治疗新冠 前天的时候 我还不敢把两个药说出来 对不对 我还把两个药发了一个图片 发到我们会员专想的社区里去的 还不敢说的 现在我就可以说了 对不对 这现在不是我说的 是美国联邦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正式批准纽约州使用的 对不对 这不是我说的 对不对 这是官方批准的 对吧 我可以说 对不对 而且对此 我也不说他管用不管用 我只说反正FDA批准了 对吧 纽约州使用 从今天正式开始 能不能管用 我们看 但是我这么想 如果不管用的话 FDA也不会批准 对吧 川普也不会在这说 而且这个药也是伊隆马斯克在推荐 也是在推荐这个药 对吧 那么法国 以色列 德国 实际上都在加大力量去生产 这个药 这是事实 对吧 那么能不能管用 我不知道 我希望他管用 如果能管用的话 从31号开始 我们又可以出去搓了 又可以出去浪了 快乐的飞起 又可以浪起来了 不管怎么样 反正咱们看一看 对不对 我觉得最终事实 证明川普也不是在那胡掰 对不对 你搞了半天 抨击了他半天 被这些记者说 你竟拿无知当有趣 是吧 那要管用 你就在那胡说 给全国人民不确实 但现在看来 还就管用 是吧 那问题就在这儿了 当川普说的时候 所有人在嘲笑他 最后发现管用了 大家中的时候 都把川普忘了 对不对 1月份的时候 川普率先封闭中国 后来封闭欧洲 封闭加拿大的时候 大家都在怼 说这个混蛋 种族主义者 怎么能这么干 然后两个月之后 大家就开始说 川普这个混蛋 关用太晚了 他能到2月2月2号才关 应该1月2号就关 对不对 反正不管川普做什么 川普就是招黑的 招黑体制 你发现没有 他就是这样子 怎么说 我觉得木秀鱼林 封闭催直 没有办法 有的时候人太优秀了 就是有点招黑 你知道吗 这就是人生 这就是人生 好吧 不管怎么着 我们看看 反正从今天正是开始使用 能不能管用 我想到下周二的时候 应该就有一个 我觉得相应来讲 就应该有一个正式的 一个结果了 那么一个星期之后 我们看一看 24号到下周二的7天 差不多就是31号 对正好都解封了 正好是31号 如果到了下周二的话 7天之后 如果有效 可能也就彻底解封了 对吧 还不错 关了等于美国最后 还才关了15天 从3月16号 关到了3月31号 对对吧 就关了半个月 其实也不算关 说实在美国的这种 这种疯 它反正主要就不能堂吃 对吧 如果明天我们不播新闻 那说明我老公已经疯了 明天我们出去 叫点外卖吃 叫点外卖吃 不是 只要我们住这个地儿不好 我们住这个地儿 太偏僻 我们这个地儿 各种外卖都不送 你知道吗 所以要外卖 不是说点了 让你送来 我们得自己去取 我就特别烦这个 你知道吗 到那儿还不能吃 还得拎回来 要是能送家里来 可能我也就忍了 咱们这儿能送的 好像就那么两三家 还都不太好吃 我都不喜欢吃 对吧 我们这能送外卖的 都不好吃 好吃的 人家不来 对 但是主要怎么说 纽约它太闹 太乱这个地方 我不愿意 住在那种人多的 超大的地方 我们这个是一个 非常清静的地方 给大家说 美国就这样 就是说凡是这种 就是说方便的地方 其实就是说都不好 纽约还好一点 纽约因为特殊情况 纽约不是美国 麦哈顿还是这种 就是说乱一点 这个也还不错 如果在其他地方 像是什么洛杉矶 芝加哥 都是你会发现 Downtown 住的都不是那种 特别富裕的阶层 你知道吗 住在Downtown里的 实际上 普遍来讲 都是比较穷的 有钱人都住在那种 就是说相对来讲 郊区 几乎就没有 没有公共交通的那种地方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 我们那时候回来纽约之后 我也是不想住在那种 特别乱的地方 对吧 尤其他就是那种环境太超杂 就像住在一个偏僻的 幽静的 但是还算的 就是方便 想去什么也比较近的 所以就选了这么一个地方 这地方 优点就是真的是偏僻 幽静 一点都不闹 而是闹中取静 对吧 缺点就是各种外卖都送不到 因为我们这儿交通不发达 你知道吗 外卖他们不愿意上来 这也是一个问题 这也是个问题 没事 老公我做给你吃 行 我老婆做饭挺好吃的 好吧 看看下周二 希望这个药能够有效 不过说实话 我觉得这个药的效果 可能 我觉得没有瑞德西伟的效果好 我不知道为什么 咱们最后看 我希望这个药如果能管中的最好 因为瑞德西伟还是慢 强烈奎宁 对 这是 强烈奎宁 强烈奎宁和阿奇梅素 我觉得这两个 如果能够搭配使用 能够解决问题 就最好了 因为瑞德西伟虽然 在昨天的下午 纽约已经给他 FDA已经给他开了 开了绿灯 说他是什么孤儿药 但是即使加快了的话 据我们所知 最快也要到4月底下上来 所以等瑞德西伟的话 还得等一个月 如果这个药能够管用的话 如果就是说 枪力奎宁 枪力奎宁 如果能管用的话 加阿奇梅素能管用的话 它就可以叙述几个问题 因为这两种药的实际上 已经据说 营用了几十年了 然后对于这种药的 就是说各个医生 对这药的副作用 功效什么的 都比较熟悉 如果能够使用 就是这种现有的药物 用它的话会比较快 而且它的生产的这种生产方法 大家很多药厂都是非常的掌握 而且生产量会很大 只要它如果可以的话 那么迅速一偷产的 很快就出来了 但是瑞德西伟不一样 枪力奎宁 是好多什么以色列 德国这些药厂 都能做这药 而且做的都非常好 而且产量都能够迅速的 就拉高上来 但是瑞德西伟就不一样了 瑞德西伟现在就是吉列德 它这个产量 初期的产量 可能很有可能跟不上 对吧 就有问题 所以我们当然也是希望 枪力奎宁能管用 好吧 今天这期就到这里 好吗 谢谢大家